很多朋友都很喜歡 希望家裡有一個中島 充滿夢想的中島台 好 大家好 我是張欣 那上一次介紹我的私人空間 電衣間 衛浴 還有我的化妝區的空間 其實受到很多朋友的迴響 如果你說看這一集之前 你還沒有看到上一次的介紹呢 你可以點這邊 這邊有連結可以進去 那這一次呢 我們要介紹什麼 就要介紹我們家的餐廚空間 我想這個也是大家很想要知道 餐廚空間你要怎麼設計才會好用 我不能講說我們家一定好用 但是有一些優點可以分享給大家 如果有一些缺點我也會告訴大家 接著就來看我們家的餐廚空間 其實在餐廚空間的規劃 會分熱草區跟廚房 我是一個對味道跟食用比較敏感跟潔癖的人 所以就是熱草區在使用的時候 我希望外面呢 其實它有一個很乾淨的 譬如說你要弄水果啦 你要冰飲料啦 你要譬如說喝水啦 它其實跟油是可以分開的 所以當時在我家設計的時候 我在這邊其實就有多設置的一個水槽功能 來做一個輕食區的使用 先來分享我家的一些功能 像這是一個餐櫃 我喜歡的風格就是 我希望在櫃子上它還是多多少少 可能有點美式啊的感覺 那個時候我挑了一個我自己喜歡的顏色 然後來做為我餐櫃的主色 這整個餐櫃呢 我們的分類是這樣子的 這邊它是一個輕食冰箱 然後這個冰箱呢 其實它跟那個熱草區的廚房冰箱有什麼不同 我們家裡有煮幾乎會每天煮 所以那個冰箱上面呢 你知道有一格幾乎會冰滿那個調味料 然後就是你打開的時候就會還會有看到 豬肉 還有什麼菜 然後有一些食物 你就會覺得那個味道 然後這個時候 你要從旁邊拿一個布丁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這布丁好像有一點青菜味 所以這個時候呢這個輕食冰箱很重要 因為你看我把它打開喔 你看它在打開的時候 比如說欸 布丁 然後包含就是一些水果啦 水果剩沒多少 然後包含就是有一些我們的藥品要冰的 我都會把它放在這邊 就是你打開的時候 至少就是那個味道感覺是乾淨的 可能內廚的冰箱不夠多的時候 我外面還會再增加一個冷凍冰箱 其實這兩邊冰起來的量 對一個家庭來說其實就還滿足夠的 那因為說到這種冰箱的話 你一定要做它的類似像散熱口 像這個下面也可以 上面也可以 那上面的部分我就做在這個地方 就是記得喔 如果你有做輕食冰箱 你一定要留這種散熱口 接著呢就是我的整個輕食區的功能使用 我個人滿喜歡就是在輕食區的收納的部分 是用抽屜的方式 家裡有一些腸背藥 比如說肚子痛啊 頭痛 其實我都會收納在這邊 這個呢其實就是什麼 腸胃藥啊 土拿疼 然後呢這一個呢 就是我們會放一些咖啡啊 茶啊 花茶啊 你知道這一點很重要 你知道客人來 就是如果你泡茶還要進到廚房的時候 然後客人就在外面 然後你就要在裡面喊說 嘿 對我最近過了島 你說過了好痛喔 就類似像是這樣子 所以我就會希望說 當客人坐在這邊的時候 我可以一邊泡茶 然後一邊拿我的那個茶壺啊 然後一邊跟客人聊天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種非常生活 然後跟你的朋友之間有互動的感覺 然後這個檯面拆著 大多會幫屋主選擇是人造石 那人造石它的種類有很多 其實你大概去搜尋一下 它就會有很多層級的人造石 包含它的顏色色質其實很多種 然後第一個就是它非常好擦好清 所以其實你可以依著你的櫃子啊 來做搭配 像比如說灰配白啊 那我是怎麼用我的平台上的東西呢 當時本來想說買一台很漂亮的咖啡機 可是我考慮的是清潔的問題 欸我們先講 大家不要一直問品牌 其實要以你生活的使用 因為這個咖啡其實它也不用裝濾子 然後包含這個 我剛剛才泡完了 就是只要水沖一沖 倒扣在這邊晾乾就好 其實很方便 然後因為我很少喝加奶的咖啡 我都幾乎喝咖啡 黑咖啡 所以像這邊我會直接再添購一台奶泡機 如果偶爾有客人來想要喝的時候 我才會使用 但一般如果我要喝 偶爾想要喝個拿鐵或咖啡機的話 我應該會坐在外面舒服的咖啡廳 然後看著拉花 但是我自己可能沒有時間去學這個部分 接著呢我們再講就是說 如果你有咖啡機 你有一些小家電是放在輕時區 你就會有什麼插座 你會看到那個圖上放一個插座符號 符號你就會覺得 喔對有插座 可是呢要注意一件事情 因為如果你沒有知道它真正的位置在哪邊的時候 很可能插座就會放在這邊 很好用 但是看上去沒有那麼好看 所以我的插座其實是放在角落 這邊有插座 就是雙簾的兩顆 其實看你的家電有多少 然後有時候我會這邊充手機 還有一個就是燈 比如說我現在要操作工作燈的時候 我也會開關設在這邊 所以其實它對我來說 都是好用的 那這邊我會留一塊乾淨的平台 然後我有擺了一個就是 就是我去挑選回來的話 因為我喜歡在空間裡其實 你有生活的感覺 然後也有一點沒感在 我希望這之間的感覺是剛好的 就是不盡然完全是生活 你還是可以加入一些 你喜歡的白色 之後呢我們會這邊切些水果啊 然後像我女兒有時候會做甜點 其實都會在這邊一起做 然後這邊呢其實就有一個水槽 因為我的空間足夠 我選的水槽尺寸是比較大的 所以其實每一個人可以看家裡的大小 像我之前有一個屋主機 他水槽沒有到很大 那我為了讓他平台空間多一點 我是幫他選了一個 稍微小size一點的水槽 其實也很夠用的 所以就是水槽的大跟小 可以自己去做選擇 那水槽的這個材質呢 一般我們在那個廚房啊 我們會用那種無鏽鋼 開水的時候聲音比較不要那麼大的 可是在外面因為你要配合整個空間 你想要那種比較舒服啊 因為他好看又好用 那我這邊選的是一個文造的 然後是進口水槽 但是價位不會到太貴 可是就是他其實也很好清 因為這邊我們盡量不洗油的東西 所以其實你只要用完的時候 沖一沖其實就可以了 接著講到喝水的設備 其實我現在也蠻多屋主會用那種 接那種乾淨的水 簡單過濾的 然後你用那種快煮也可以 因為其實那個很瞬間你就可以喝水了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我用的是 就是屬於順熱型 然後我很喜歡這種麵板 只要輕輕摸它的那個選項就出來 這個時候 你可能拿一個杯子 然後直接 裝水就好 你要幾度 60度啊幾度 然後 這個泡泡麵有方便 晚上我們還蠻常用這台來泡泡麵的 接著就是濾水這個功能 我們都會講說 欸濾水籃你要怎麼選擇 有的是有一個凹的嗎 那因為我個人習慣在操作的時候是很自由的 所以我選了一個可以這樣捲起來的濾水籃 而且它因為它是不鏽的方式 你很好擦拭 所以每當我們喝水喝完 你可能用水龍頭沖一沖以後 我就會放到這邊濾水 然後濾完以後我可能就會收起來 這個濾水槽的選擇對我來說是 我自己喜歡的 然後我需要的方式 我的那個輕時器的平台 其實使用功能其實很明確也很簡單 有些朋友如果說在收納量需要更多的時候 其實你還是可以做上櫃 那記得喔 上櫃下面你要加個燈條 因為你在這邊操作的時候 你會光線是比較足夠的 很多朋友家就是一定要有一個 所謂的叫食物櫃啊 放零食啦 飲料啦 什麼這些零零種種的 所以家裡也很久 就是它放滿了很多這個 你知道我餅乾零食 其實我一直很希望它是空的 因為我每次吃完了它就被補滿 就是我每次想要減肥 都減不成 就是都是我現在跟我女兒不斷買那什麼洋芋片 放在這裡 然後我晚上只要肚子餓我就來拿 所以如果我一直沒有收下來 不是我的錯 大家可能看到我的作品裡面有很多杯子櫃 然後杯子櫃呢 其實它到底好不好用 我個人其實是蠻習慣的 有時候你不一定要做到很多 你可能九個啦 或十二個就夠了 然後你知道在家 每一個人都會有自己習慣的杯子 譬如說 像我婆婆是用這個杯子 然後像有些是客人用的杯子 然後像我女兒是用這個杯子 我要喝水的 我就會拿我自己的杯子沖一沖 我就裝水喝 瀝完了以後再放過來 以前啦 我還沒有這個杯子櫃的時候 我可能會買那種 我很喜歡的杯子 可能它很好看也有點價位 但我就把它收在那個櫃子裡 其實我也沒有真正在使用 可是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你幾乎每一個杯子 你都可以使用到 接下來我要講到 很多朋友都很喜歡 希望家裡有一個中島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充滿夢想的中島台 那就是當時家裡也設置了一個中島 然後我覺得中島跟背貴之間 這個的使用其實是非常好用跟重要的 我等一下會量尺寸給大家 然後如果現在你正在用的話呢 你就可以參考我的使用尺寸 我的身高是162 這個中島使用其實 我個人很喜歡是 我這邊做了一個電桃爐 我先生是每一餐都要有熱湯 而且他就是要熱的 那如果有這個的好處是 我現在呢 湯煮完了 我要不就要放在瓦斯爐上 繼續讓他熱 因為那個小火其實都還是太過燙 他不能是保溫的狀態 可是電桃爐可以 所以我每次煮完湯呢 我們就會端過來在這邊 然後我們可能開 保溫的那個溫度 然後就是直接就是吃完飯 你就在這邊立刻有熱湯可以喝 然後這邊呢 這個中島呢 我們就會 刀叉盤筷子啊 湯匙啊 這些 我們就會從這邊直接拿出來做使用 其實非常非常的方便 我們在煮火鍋的時候 其實你一整鍋放在這邊 這邊放一些菜啊肉 我們都在這邊夾以後 然後回到餐桌去吃 其實這個動線是很方便的 那像有時候 我有一些朋友來啊 我們會叫一些什麼 炸雞啊 什麼披薩啊 我也是都擺在這邊 然後你在餐桌的地方 其實就是有一個乾淨的桌面 大家在上面吃東西 其實也很舒服 下面呢 第一個我都會放刀叉盤 第二個呢 我就會放各式各樣的杯子啊 就是這邊 可能不適合擺的 我都會放在這邊 然後最底下就會 譬如說 我請客用的有一些 很漂亮的 我從義大利口來的那個 碗啊 湯碗啊 我都會放在這邊 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跟大家分享是 你知道熱射筒這件事情 怎麼擺很重要 我在那個熱草區 其實我都會用一個小角落 會射好一個 放垃圾桶的位置 你在心裡需要一個 垃圾桶很重要 是因為 我在家裡其他地方 盡量減少垃圾桶的擺設 第一個就是 如果說其他家人 習慣沒有那麼好 他可能丟了一些有味道的東西 其實你會很難收拾 所以我是要求大家 集中在這個地方 我這邊有做一個垃圾桶 所以我這邊會留好一個洞 這個垃圾桶是分類的 一邊是會丟那種不臭的 譬如說包裝啊 什麼紅茶袋啊 然後另外一邊就是會丟像 譬如說寶特瓶啊 就是要回收的 直接留個洞 他就不會整個漏在外面 那我會利用這個中打 叫做插座發散點 好你看喔 這邊有一個插座 然後其實我這邊 我的這一側也有設一個插座 那中打的設置 其實我認為不用到太大 其實這個尺寸 我們用起來是蠻剛好的 譬如說有時候 我們會在這邊打麵糰 然後要烤蛋糕 其實這個的尺寸也足夠了 我女兒跟我兒子會坐在這邊吃早餐 這個吧檯椅呢 其實是 我很喜歡有一些那種 比較有年代的物件 這個是我去找那種 美國那種 6070年代的那種吧檯椅 然後在這邊做的感覺 其實很舒服 你說齁 講那麼久好像沒有講到缺點 目前我用起來是真的 你覺得蠻好用的 我剛說要量尺寸 來我量給你們看 這是什麼都能放 也放了一大全尺 OK 好 我的身高是162 像這一個的中打牌 大概接近90 然後呢光照的這個位置也很重要 我現在設置在85 你看喔85喔 你不會剛好看到燈 而且你手伸去拿的這個 是不是很剛好 各位朋友可以參考一下這個尺寸 啊深度也給大家一下 這個深度60公分 那中導台就是這個高度是相對的 那中導台的尺寸我會講給大家 這個是大概133 然後呢這個深度90 其實你可以看這個尺寸 我可以擺幾個鍋子 123 3個半 接著我們來回大餐桌 欸等等 我剛烤了一個那個西班牙紅蛋 這是我 這是還蠻喜歡做的 然後先講一下電器櫃的設置 硬而異喔 我這個是微波烤箱 那因為我比較重就是微波的功能 因為這個還蠻重要的是 有時候我們來不及煮 然後你有一些肉類要退冰 其實我會用微波的方式來退冰 那這個是烤箱 那烤箱這一個的高度是比較好用 因為烤箱有時候你在烤的路間 是真的會蠻燙的 所以你要用在你剛好使用的高度 然後下面這個就是我會收納電鍋的地方 然後因為電鍋 你會覺得放在地上好像很難拿 可是其實齁 我們在天飯的時候 其實我都會把電鍋直接拿出來 其實它會比較好用 掰掰 剛剛好 這是我 製製的西班牙紅袋 耶 讓大家看我平常常使用我的 三廚的鐘擺 我也喜歡擺得漂亮 滴 OK 好啦 我還是要買一個茶 OK 好 那當時呢 我在選購這個餐桌的時候 也給各位參考 就是我在想說 我到底要長桌 還是我要圓桌 還是要橢圓桌 因為我們家家長我婆婆 我們有五個人 有時候偶爾會有六個人一起吃飯 那我後來選擇這個橢圓桌尺寸是 我希望吃飯的時候 它還是有這種團聚的感覺 因為如果你選了圓桌 它尺寸可能要需要大五更大 因為圓的話它會深度比較深 都很難夾菜嘛 那因為我們又幾乎很常開火 所以我就選了一個橢圓桌 大家這個交談很快 夾菜也很快 那這個的尺寸呢 大概是 160乘以這個深度100 在選擇餐桌的時候 你可能要想清楚 就是你將來使用的功能 我覺得好看是一種 但是好用也確實很重要 這個餐桌呢 就是材質 像其實現在 有蠻多就是 陶板的選擇 像這個它就不是屬於 大理石桌 它是屬於陶板桌 那其實它真的很好用 其實你不用怕說 等一下怕燙傷啊 等一下吸涩 都不用 其實我們是吃完飯 然後抹布擦一擦 哇很好 其實這個保養非常好 這個地方呢 其實在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 那我們設擦桌 通常的功能都是用在哪裡 譬如說 我要吃火鍋 然後我偶爾可能在那邊用筆電要充電 那 但是因為我都很怕說 你擦桌色的時候 你腳不小心提到 或者是說 它有一個異物在那邊 就是我沒有那麼的喜歡 所以你的插座可以放在哪裡 譬如說我這個中島下面就有一個插座 然後就像我的中島上面煮火鍋 拿好以後我來這邊吃 它也是一個方式 不過我覺得要看個人使用 個人喜歡就是 火鍋在前面熱呼呼的就這樣夾 那你可能在底下就要有插座 所以其實這個的插座選擇也是因人而異 接著我就講 你們一定會覺得這吊燈很奇怪 到底是要對哪一個東西 其實當初選這個吊燈是因為 我在太喜歡這個吊燈 然後我沒有因為它 要在我家是什麼風格 然後我挑什麼樣的吊燈 是我很喜歡這種比較 復古的物件 然後我也把燈泡全部拿起來 我也沒有讓它發亮 其實我只是喜歡在這樣的空間裡突然有一個 好像我完全不搭嘎的物件在這裡 對我來說它就是一種生活感 有時候我們都會想說 買一個東西到底搭還不搭 但有些物件可以回歸到自己喜歡的樣子 我覺得合法 我覺得這是生活嘛 我補充一下 我們一般都會在熱澡廚房前面做拉門 那我做的這個是那種兩段式的這種拉門 然後它是鋁門 因為它會比較輕巧 所以就是使用起來其實它也蠻好用 但是各位可以依你自己的風格 譬如說你可以用框的啊 像我個人是用鋁框 或者你要用鐵框的方式都可以 我左邊的拉門呢 就是隔油煙的 我右邊的拉門呢 是隔我們家的貓咪 就是有時候 我不希望它一直跑到客廳來的時候 關起來 可是因為這個拉門做的太輕巧 我們家貓咪一撥就打開了 餐廚空間呢 其實是我覺得家裡很重要的一個區塊 為什麼 因為我們全家都相見在這個地方 因為小孩子也都是青少年 然後伯伯也都在房間裡 所以其實都是喝水的時候 吃維他命的時候 我們才會見到彼此 所以我們常常會在這一塊相遇 所以這一塊呢 其實功能性的齊全 就會讓大家願意靠過來 如果呢你現在呢 剛好在設計你的餐廚空間的時候 我今天提供的一些 我們家的設計使用 給你們作為參考 那希望呢就是 你也會有一個設備很完善的餐廚空間 下一集呢我會介紹 客廳還有玄關的空間 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 可以在下方留言喔 那就這樣囉 掰掰 拍影片之前 沒有把在這邊工作 欸 我剛 不是拿叉子 我是拿刀子 OK 我再拿一把叉子 給你們一個多夫妙 隊員 Hear 我說 提布 ade 嗢 開